那今天呢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种球 很多的话我呢喜欢养一些种球 你比方说浴巾箱百合等等一系列的 很多的话呢就是等它开完花以后不知道怎么办了 像浴巾箱的这种的话 大家可以看上面有没有受粉 没有的话就直接给它剪掉 剪的时候就从这个梗这里剪掉就行了 注意一点不要伤流就行了 就是回流伤口 就是把上面你不剪也行 那也会自然枯萎 也就是看完花之后呢 大家都可以进行修剪 修剪完之后呢 这个叶子 我建议大家尽量的还是留着 肥料这一方面该用的该用的用 因为什么呢 它下面后面会长球 就是下面的一个球体看到没 能看到吧这里 这个球体呢会进行分裂 会进行这个分球就开始会 一个球变成两三个球那个样子 它会长得更多 所以说呢大家就经常的浇水施肥 正常的去养护它 上面呢它会自然枯萎 一般正常来说是在入秋的时候 上面就干枯完了 下面的球呢也就完成了一个分化 到了冬天的时候呢 它就会再度的休眠 到第二年的时候 会再度的再长出来 所以这画面呢 这个种类的是这么一个养护周期和过程 还有一个呢就是水仙 也差不多的一个道理 我给大家拿来看 这个呢就是咱们之前的一个围裙水仙了 大家可以看到哈 它的受粉率很那个什么很低 它有一个你看 现在这个是已经受了粉了 现在就等它自然成熟 到时候咱们弄下来以后 尝试性的播种一下就可以了 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还是正常的去养护 很多的花友呢 在养花和看花之间是有一定误解的 像养花就是怎么呢 就跟咱们种田一样 它有一个周期 周而复始 周而复始 对吧 一波村重秋收 村重秋收的那种感觉 而很多的花友养花呢 就是混混的 就是老想着一直让它有那种爆花的状态 有的花是有的花不是好吧 像这种就是这个道理了 就是种球类的 希望花我们呢 这种看二花以后别着急哈 等它缓一段时间 让它长一长球 这个呢我就留着吧 留着我准备怎么装的 到秋天的时候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是怎么去封收这些球 还有这些种子的 我也要留几盆 另外呢 这地方越来越小了 还有就是什么呢 目前我们 维方地区呢 处于一个中高风险地区了 哎呀 喊了一年的加油 支援了 支援了一年的外省 外省的花友 现在轮到我们自己了 不过没事啊 老花一 包括我们单位呢 都做了核酸 都很健康 都没什么事 谢谢花友的挂钱 暂时就先别寄养了 再两天收不过来了 应该是寄不进来了 好了好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我老花一 养花之专一 好了